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库采用是mongoDB 主要的功能就是和传统那样 有私信啊 好友啊 喜欢啊等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界面 就是个登录界面 用户进来就是个登录界面 然后下面是一个这样的可以看一下整个功能 然后可以输入用户名进行登录 然后登录进去以后呢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 其实是完全抄袭了网易的loft 当然这些icon全是我自己重新绘的 里面的话详细页的话下面有一个评论 然后如果是宽屏的话这块评论会到右边去 当然网站本身没什么新意 主要还是就是说是用我们比较那个 Node.js的那个语言来写一个web页面 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认为 Node.js它不适合做web页面 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只要我们有心或者我们仔细地去写 还是可以完成胜任这种web页面的一个工作的 这是一个网站的截屏 然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Aris.js 大家都用过Express.js对吧 然后TJ是我的师傅 我也参考了他很多Express.js的原码 才开发出来这个Aris.js 它有多少特点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一个是低门槛 然后友好的API 然后它和Express.js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它没有root 然后它我默认网里面写了一个模块 是叫clusterplus 它可以对多进程的setting同步 然后心跳 然后对一个超出一个内存进行管理 然后还封装了一些januga pro 连接池日志等 然后Aris.js的命名主要是roa和rest4 当然这个命名其实是为了吸引眼球 然后这个是目前这个项目在GitHub上的一个情况 比较悲剧 只有75人 我们看一下Express.js 它如果要创建一个hello world 我们那个代码肯定是这样写 应该是这边 大一点 然后注册一个根目录的一个路由 然后返回一个hello world 然后监听了我们那个3000端口 然后如果是用Rs.js的话 你会发现 和原生官方API 是几乎是一样的 而只是在这边 这边它多了一个 Rs.js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我就是说是并没有增加一种新的代码风格 而是完全用原生的Node.js这样的一个代码风格来封装了这样一个框架 其实可以更说的一点它是一个轻量级框架 说不定是 也可以看它是一个类裤 我们看一下Express.js root的一个工作机制 我们会往get post put ahead 里面插入很多的一个路由 所以说当项目运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root.js文件下面可能会有成百行的类似我们右边这样的代码 app.get app.post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是我对于root一个思考 就是当项目上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我们root.js会变得很大 然后对于我们Express.js的一个路由机制 就是说我们往get这个方法里面插入了一百个路由 这样的话每次get请求都会去便利那一百个路由而去匹配 这样可能会对性能有一点点损耗 第三个就是说对于以后代码维护来说 我们都要每次通过root.js这个文件来找到controller 可能对新人加入这个项目有点苦恼 这个独孤酒店了无招生有招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不用root.js 就是we do not need root.js 我们看一下 那个arest.js 它的一个工作流程 它是客户端直接请求 然后指定的url 通过url来去找controller 我们看一下代码 其实关键就是在这边 它是try 然后我们把用户请求的路径 放在了req.pass里面 这是根据用户请求路径的第一个 找到指定的方法 然后执行这里面的方法 把request和response对象传递进去 如果没有找到或者出错了 就指rs.404 当然这边如果要写得更严谨一点的话 应该是这样 不然的话可能会cache掉整个项目 所以说 这就是rs.js 框架和express.js 最大的一个不同 当然如果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需求 只有登录才能看到内页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边入口 加上我们的判断代码 而不用在每一个路由的一个function里面去加if 用户登录 则执行else 就redirect 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户请求了 根目录下userfaceuid123456 则req.pass这个数组 就会变成userfaceuid123456 然后我们就会去约定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user 然后执行face方法 这样就能执行到那个方法 并且把request和response对象传递进去 当然如果你想要 就自由组合 比如说你可以把user后面和face它加起来变成一个文件 完全是你自己可以随便去组合的 我们可以先放送一下 然后这边是狮子王 下面正式社会 你看野猪就被狮子给吃掉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用户都是善良的 都是良民 所以RsGS安全方面我要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是CSRF CSRF大家在座都知道吧 我们一般防御CSRF主要是通过一个token 然后每次post请求之后 比对session里面的token 如果两者相同的话 则认为用户合法 如果不同的话 就认为是一个伪造的请求 然后RsGS会在你的模板render的时候默认的会在form里面 加上你这样一个token 然后当然你需要手动去匹配 当然 但是 但是 这边我要说个但是 这样的方法并不是可以完全抵御CSRF 为什么 因为有XSS存在 在座有多少知道XSS的 举下手好吧 那我今天是来对了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案例 Steam Cnode Cnode 我为了和苏谦拼粉丝 初此下策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已经有144个未读消息了 我们这篇文章 你可以看一下 只要进来的用户 他都会说一句 我崇拜Snowby 他是英雄 He is hero 然后呢 并且他会默认关注我 这是为了和苏谦拼啊 苏谦现在已经80个了 我才57 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 这个帖子有读了 就不进来了 那是怎么做到这样一个公共计呢 其实原理很简单 因为Cnode的一个markdown编辑器 它并没有对双引号进行转移 所以我注入了这样一个URL 你看我们比较 打比方这个A.jpg是存在的 然后我用双引号截断src 然后再加一个unload的属性 去用gcree去拿到了我的一个注入的js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伪造用户的一个请求来默认回复 就是把我的帖子一直顶在最上面 就相当于置顶了 然后并且要关注我这个人 但是现在苏谦 还是没超过他 所以说我们access的防御 就是脚本注入防御必须要重视 不然的话我们的csrf这个token 就是空中楼阁完全无效 大家认为这样的漏洞 是不是已经有点可怕 但是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编写node的时候 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像ngx那样 有自己定义的一个static文件模块 打比方我们现在访问一个下滑 那个static这样的一个静态文件目录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拼接 直接读取那个文件 如果恶意用户attack 它会构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件名 或者请求路径呢 就这样 一个相对路径 它就直接拿到了我们更目录的app.js 什么 不用浏览器 我们可以有http发报工具 我们拿到了你的app.js 我们可以拿到cnode下面的config.js 我就是管理员了 然后 rs.js对静态文件呢 就是说我们框架 会对静态文件这样的请求 会把这些全部过滤掉 所以可以放心地使用 不会碰到这种相对路径的一个漏洞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更进一步的漏洞 又是cnode的 这是一个true的一个story 真实案例 这句话我要翻译一下 我学习了这么多英文 我要翻译一下 我要翻译一下给老外听 tiger was not in here monkey is the king 试试这样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页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上面多了个兔子 是不是 就是被老雷 老雷 大家都知道雷宗明这个家伙 他趁 就是我们who.js前一天嘛 周四 苏千 跑了 他坐火车到上海来了 然后他就搞了这个事情 你看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 cnode被OXX了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 这个不是failbug修改的 这绝对不是failbug修改 这直接就是一个 任何用户打开都会看到这个页面 包括我们那个 这位兄弟 乾隆 乾隆皇帝这位兄弟 他也发现了 他就跟我说了这个bug 我们看一下老雷 他构造的一个http 请求upload的一个 注入的一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这边 pass 他把pass 加了一个main.js 有没有看到 这个main.js 就是cnode的一个 主要的入口的一个文件 并且他在下面 伪造了一个 upload的一个文件的一个 请求 然后他把failname前面 加上了这么多 按照道理来说 我们上传文件 都会先把文件改名 改名之后其实 然后再 传放到一个临时文件夹 然后再根据用户是否 文件是否合法 或者什么样的情况 删掉它 或者是把它移到 用户的相关的 一个face目录 都是这样一个流程 但是老雷 他是怎么做到修改首页的呢 我们看一下 cnode的里面 controller文件 在美国叫upload.js 我们看一下 他的 也是对我们文件名 进行的改名 前面是data.no 加了一个时间戳 在下滑线 然后加了一个file.name 就是用户上传的一个文件名 也就是说前面就加了一段 斜钢地点斜钢地点的那个东西 最后呢 然后通过fs.rename 进行了这样一个改名 并且把这个文件 保存到了我们upload.uid下面 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会发现我们 老雷那个文件 就把原来me.js文件覆盖掉了 就出现了上面那个 我们这个 你看这个兔子 这边很大 他就把兔子放到了 那个首页上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漏洞 如果我们的node进程 是被root全线启动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样的漏洞 直接拿到服务器的全线 所以这个漏洞相当可怕 当然现在已经被管理员修复掉了 老雷也悲剧的兔子也没有了 当然这个版本可能是比较老 之后还有一个版本是 加了一个past.resolve 但是换汤不换药 还是会被攻击 最后我们看一下 arist.js的一个性能指标 我们测试服务器和发包服务器 是两台服务器 都是Linux 2.6.8 64位的 然后当时我测的时候 node.js版本是0.4x的 然后我们是用A B这个软件 模拟客户端请求的 命令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node的性能相当不错 达到了两万三 这是holloware的 然后arist.js它在1000并发情况下 并没有损失多少的一个性能 所以这也归功于我们的那个V8引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小文件的一个输出 5KB的一个小文件 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 ngex 我当时也做了一个ngex静态文件的一个测试 我发现ngex是在13000多 在1000并发的时候 在这个1000并发的时候 而node 我直接去读文件的话是15000 但这并不说明node优于ngex 因为node它默认的情况下 它对于像content type content length 它都是没有任何支持的 所以说它这样的响应的话 是 就是说 比ngex的负担要小 所以说两者其实差别不大 大家对node也要有信心 我们速度快 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arist.js的其他空间吧 大家在开发node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在linux下面 Ctrl C上回车 Ctrl C上回车 要看一下代码的变动 反复要这样搞 然后arist.js 它因为默认自带了一个cluster plus模块 它就可以watch某一个文件夹下面的变动 然后自动重启 第二个它支持同步的一个session 第三它可以支持多进程监听多端口 刚刚下午彭春那位同学 他讲了一个前面放ngex 下面放node的一个工作模式 后来我也和他探讨过 如果用rs.js改写的话 我们可以让ngex来做转发 比方说我们有六个node进程 监听六个端口 然后用ngex来做load balance 然后另外一个node 放在ngex配置下面做backup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一次的分发 也少一次的选择 这样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装插的一个模块吧 就是利用socket.io和node.js做了一个共享模块 就是让前端可以通过http模块可以跨域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后端 直接访问一下一些外域的一个API端口 然后增加了一个mangodb连接池 这个比较常用 还有iptables白名单黑名单 然后其他更多的请参考官网吧 顺便提一下 如果各位把node和ngex装在一台服务器上 请一定要绑定好CPU 不然的话可能出现大并发下 ngex和node同时抢CPU的情况会锁死 性能反而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有问题吗 这个脑部的框架 从4月份的时候开始看起 然后也用了很久 这个我觉得蛮喜欢的 因为之前我做GaO开发的 然后我觉得看得很舒服很习惯 但是就是说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的东西 就是说那个 因为里面在获取参数的时候 是request.getpalmer和postpalmer 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分成getpalmer和postpalmer 这个接口在0.8 我新版本里面变成了一个叫 curepalmer和bodypalmer 直接是一个body 因为post body 我不管你是post 反正是body里面我拿到 然后一个是浏览器拿到 所以我分这两款 如果就是太КА 或者是 enough 然后再次提到 你的前面 剛才是要先引入一个config文件 然后我们要在 Mart struggled an 然后我就是觉得其中有一点 看一下 就是觉得 好像有点轻入性 就是你要在那个great service里面 写一个rest 然后放一个function 你要把原来的那个回来函数里面的request和response 全部进行修改 就是说像这样的API 能不能将它修改一下 能够无亲战性的去做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会后我们详细讨论了 谢谢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吗 好 就是你那个路由 你说没有路由吗 然后我看起来有点像PHP里边 那个CI那个框架 是SyncPHP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直接找文件 但你那个里边有没有匹配的 就是那种比方说我十位数字 或者就是说那种特殊连接 可以匹配到同一个方法那种 这个目前框架没有支持 你可以自己去写这样一个东西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好 还有问题吗 好 如果说还有put delete 这些方法怎么支持 put delete的话 它反正都会到我的那个主入口里面去 所以的话 它没有专门的 就是像Express那样去注册一个put delete方法 只要任何是http请求 它都会到那个主的那个框架里面去 因为业务逻辑可能不同嘛 所以你会怎么处理呢 只能是在路由里面的方格性里面去判断 if request the method 等于 post OK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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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问题吗 好 那谢谢吴仲华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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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